疫情方面一起来关心 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 正式针对了在南非发现的新变种病毒 作为命名叫做Omicron 而目前各国也陆续实施了路径的禁令 包含上市南非的约翰尼斯保国际机场 今天的永性的人潮 大多大家都很担心 大牌长龙想要赶快赶上最后一班 离开南非的班机 因为其实这新的变种病毒 它产生了大量的突变 所以会使得南非的疫情再度升温 现在包含像是美国 加拿大 欧洲还有亚洲等多国家也跟进 来限制南非等相关的国家旅客路径